蛀牙的问题真的是千万不能轻忽 台中市一名男子因为蛀牙引发了蜂窝组织炎 整个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大 没有及时处理的话还可能丧命 这使得他过年期间哪儿也去不了 住院11天才恢复正常 45岁的洪先生担任保全工作 他单身被朋友封为熟男帅哥 但没想到他的脸在过年期间却肿得像个大猪头 眼睛只剩下一条缝 全都因为蛀牙引起蜂窝性组织炎 在医院住了11天 消炎能够控制的话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一旦跑到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这个像是我们的颜面危险三角区 所以他很容易就从鼻竇然后就到了脑部 这名病患发生蜂窝性组织炎刚好在危险三角区 也就是两眼中间点到鼻腔两侧这个三角位置 细菌入侵脑部的话会引发败血昏迷致死 洪先生简直吓坏了 每天要刷牙是固定的 最主要你牙齿像会有牙周病那些小问题 不要等到蛀牙再去做处理 尤其蛀牙一定要处理 许多人认为蛀牙只是小毛病 但稍后留意他可能会夺命 千万不可小看 谢谢大家 elevated 啊